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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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要修理森業的建筑 剛才當間離開豬頭 便是做一些芯士的經營 本來是做個本事的一個市匠 但是到後來做一個在中國的工廠 再來就是可以經理 再來是成功工廠 這裡就是慢慢一直延伸下去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在做加工的 那我本身跟做的人才可能就其實沒有那麼多 畢竟現在生產的人 已經慢慢就凋零的越來越快了 所以就變成說 可能生產端要配合我們加工端 可能已經有點接不上 就是我們要收花生 已經快要找不到人去收 去找誰去收這個瓶頸在這裡 因為畢竟農村人口凋零是一個不真的事實 都市的人口都已經在凋零了 燒之化都已經這麼嚴重 農村當然是更嚴重 有很多農業上已經不得不就是用機械加工的方式 那我們以前去跟農民收花生 幾年以前農民會抗拒我們 幫忙用機器收 現在的話反而沒有機器 他們跟我們合作意願會比較低 因為他們已經老了 就是大部分的從業的人他已經老了 那現在是因為大山計畫 補助我們機械 那我們也去買了機械 那這些機械可以給我們帶來一個 經營方式上面的改變 那才有辦法去完成整個 花生更多的流程 那麼多喝 我們要讓所有的說法 然後很長嗎 可以 我要不要緊